可以分享一下今天参加CT品牌活动的感受吗 很开心可以来到深圳的CT店 然后看到有这么多的人来为我应援 我也很开心 因为一直在拍戏 然后一个月就是没有见到大家了 我今天真的很开心 然后您觉得和CT合作最信任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品牌的理念我非常的认可 就是自信就是最美丽的 那您觉得世界上有魔法吗 我的生活都比较现实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就是只要让自己更加自信 然后多认真的去工作 然后认真的生活多去思考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又是生活的魔法吧 那这次的CT单品中 平时自己用的最多的是哪一款呢 应该是蜜粉饼吧 对因为化妆师会经常给我用 像平常补妆和上台的时候 会经常使用这一款产品 那圣诞节会怎么过呢 会有什么计划吗 圣诞节就努力工作 然后好好学习吧 然后希望大家的圣诞节都可以过得非常的温暖温馨 那年底会迎来很多节日 给你的粉丝们一些准备礼物的建议吧 我建议的就是CT的产品 像刚刚说的蜜粉饼 还有小红唇 还有星星盘 木星盘 这些其实都很适合在圣诞节去使用 那知道瘟瘟瘟瘟瘟瘟在组里拍戏 开始进京演艺界 那成为演员的初体验是怎么样的呢 肯定还是一个新的起点 一个新的开始 然后希望在剧组可以磨练磨练我的演技 然后在里面多积攒一些我的经验 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好的作品 那背台词有没有什么小秘诀呢 就多下功夫吧 然后一开始可能背会比较慢 然后后面慢慢就开始熟练起来 就背得很快 那接下来有什么工作安排 可以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吗 最近还是肯定还是在剧组 好好的拍戏 然后明年肯定会给大家带来好的歌曲 像微生B也会给大家带来 很多不一样的活动 希望大家多多期待 在各种节日降临的时期 给一直以来支持你的粉丝 送上一些祝福吧 希望大家圣诞节 平安夜 元旦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 然后12月都可以一切顺利 平安 谢谢大家